多萬 上班族辛苦工作賺錢 入職達一定年資 就會有特休 但勞動部公布 近三年違反特休價 相關法令的案件數 累計已經達到1750億件 總共開罰了5350萬元 其中五大特休NG太一樣 最多人容易搞混的 就是工作滿一年 到底有幾天特休 我們是看職級 就是可能禮級主管以上會再多 一般七天 如果是滿一年七天 那我們就是會多三天 依照勞動部規定 全職員工滿半年有三天特休 滿一年有七天 因此入職一年的特休 總天數共有十天 光今年的依靠十月就有466件 總處罰金額就達到2080萬元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看到今年以來 違反的事業單位數 在京北 台北和桃園 這三個地方的事業單位比較多 不只這項違規 還有雇主沒有定期以書面通知 告知特休有幾天 或是禁字排定勞工特休日期 照樣可以開罰 不只是全職 打工族也包含在內 部分工時勞工 再滿半年和一年的時候 必須依照上班時數比例 給予特別休假 我是公讀 應該十五天有吧 公讀是給你特休的事嗎 沒有 他是按時數跟比例算 所以沒有固定說 就是看我的時數多少 還會給我罰多少這樣 勞動部提醒民眾 若特休假沒用完 可和雇主協商 地研制下一年度實施 其餘天數不論原因 雇主都應該接親 發給勞工工資 掌握特休規則 才不會做白宮